第39章 收官 龙徒锐利的目光 灼灼地凝视着女儿 忽然一愣 摇头道 不对 丽娜自身 都没有掌握超反镜的秘书 六位长老们也反应过来 刚才气昏头 竟忘了这一茬 接着 大长老似乎想起了什么 一拍脑袋 叫道 原来是他 见到龙徒和其余几位长老看来 大长老解释道 今日带龙茵去集园进集时 发现外围的骨神之力 变得异常稀薄 我和老三老四深入查看情况 发现森林内部某处的骨神之力 同样稀薄 当时以为有强大骨兽出世 说到这里 大长老忽然语色 因为惦记着肉还新鲜 赶紧带回家煮的他们 忽略了疑似骨兽出世 这个重要事情 三长老悠悠道 他从什么时候修行立骨的 怎么修到接近超凡境的 是谁教他的修行秘书 三连问 问得众长老心里酸味翻涌 羡慕极度到了极点 就连龙徒也忍不住说道 狂暴 距离超凡只差一线了 在场只有大长老 能短暂地施展狂暴 但时效很短 大长老难难道 他修了多久啊 修行多久达到这个境界的 不会和灵芸一样吧 不会和灵芸一样吧 包括组长龙徒在内 众人看向大长老 就像看疯子 和情报提及的一样 他真的会鼓鼠 但又不一样 雍州时 他和鸡旋公子 袁双小姐交手时 鼓鼠平平 甚至不如四品 握着单筒望远镜的葛文轩 看到这一幕 俊秀英气的眉毛紧皱 他一时间竟分不清许其安 在雍州时刻意隐瞒了修为 还是近期才有所突破 若是前者 说明此子心机之深沉 让人悚然 若是后者 说明此子修为进展之快 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雍州时的情报无误 那他的长进也太快了 这样的话 情报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葛文轩眉头险些皱成穿字 一个完美的陷阱 一个妥善的计划 需要准确的情报做支撑 像许其安这样的 根本无法徐徐徒之 因为随时都会过时 身负国运 真的能如此可怕 葛文轩是数五双修 五品五夫 六品术士 之所以卡在六品 是因为暂时没有信心 渡过预言师要承载的厄运 作为术士的他 对气韵并不陌生 虽说大气韵加深者 浮原深厚 可到了超反径 气韵加深的作用 会无限削弱 这也是为什么 三品以上的强者 有资格对中原皇帝 不屑一顾的原因 于一品 二品 或三品强者而言 杀中原皇帝 会受气韵反噬 反噬的结果 不想招惹皇帝 只是我忌惮气韵反噬罢了 在葛文轩看来 这是一种平衡 不然气韵加深者 岂不是可以横行无际 但许其安这个情况 他就有些看不懂了 是国运和气韵有所不同 还是另有原因 术士体系存在只有六百年 而在此之前 从未有任何体系 与气韵如此息息相关 六百年里 初代监政和当代监政 都不曾炼化国运 存入某个人的体内 老师是第一个 做这样尝试的 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 或许连他都不知道 国运加深意味着什么 老师的这个想法 是自己苦思冥想的结果 还是受了谁的启发 葛文轩念头闪烁 思绪发散见 透过单统望远镜 观看战斗的他 精神一震 场内局势再生变化 其在三品刑尸身上 肆意宣泄暴力的许奇安 突然失去了视觉 听觉 嗅觉 五感六十 彤彤被蒙蔽 潜伏在周围的暗谷部首领 对许奇安 施展了暗谷部的高品级手段 蒙蔽 砰 抓住机会 游诗操纵傀儡 以头撞头 两人额头狠狠撞击 一心换抖的加持下 许奇安的危机预感没有奏效 因此没能提前预知到 暗谷的操作 以及底下行尸的攻击 行尸傀儡的额骨 硬生开裂 而许奇安瞳孔在刹那间空洞 短暂丧失意志 大脑一片空白 他整个人猛地朝后仰去 额头暗金色的皮肤 出现细密的裂纹 游诗没有眩运 死人怎么可能眩运 趁现在 他特有的嘶哑嗓音大吼道 他们轻敌了 虽然影子 唇烟不出手 蓝玉和拔技辅助的计划 是为了先试探这小子的深浅 但轻敌就是轻敌了 这小子不是一般的三品 他能在瞬间爆发出 三品大圆满的战力 这直接打垮了 自己操纵的行尸阵 几位首领同样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 在游诗吼出声之前 便已经各自行动起来 许其安身后的阴影里 跳出一个脸色苍白 似乎常年不接触阳光的 中年男子 他灵活地攀附到 这尊金刚身躯的背上 至刚至阳的火焰 灼烧着他的身躯 仿佛只是烧到一层 虚幻阴影 没有食物 暗谷部的高位阁防御手段 阴影 影子袖子里 划出一把微微弯曲 形似钩子的匕首 通体漆黑 似玉飞玉 似铁飞铁 这是暗谷部历代首领 相传的绝世神兵 蝎子钩 此物砖破武夫肉身 山海关战役中 影子曾经凭借这把神兵 配合暗谷擅长偷袭的特点 险些杀掉一位佛门金刚 当 蝎子钩在许其安额头凿出刺目火星 让细密的裂纹扩大 疼痛让许其安眼里迸发出亮光 强行从眩晕中挣脱 狂奔中的杏颜美人唇烟 停下脚步 张嘴发出一道无声的尖笑 许其安如遭雷击 逐渐恢复焦距的瞳孔 又呈现出空洞和涣散 心骨的操纵术 震荡元神 强行控制 这只能维持一秒不到 对于天生此刻的影子来说 这便是稍纵即逝的圣机 当当当 蝎子钩在暗金色的额头 凿出绵密的火星 扑的声音里 微微弯曲的匕首 刺穿许其安的额骨 刺入大脑 狠狠搅拌 见到这一幕 包括游诗在内的几位首领 眼睛一亮 仿佛看到了结局 即使对如今的许其安来说 这样的伤害 也足以成为重创 他的大脑被破坏了 但元神却彻底清醒了 似乎料到 他会在这样的伤害中 恢复神智 卵欲恰好遇风而来 薄杀长裙飞舞 他把自己送入许其安怀里 修长偶臂 勾住他的脖梗 双眸含情默默 半撒娇半哀求道 不要 魅惑 这是魅力加成的升级版 画被动技能为主动 许其安的杀意和怒意 烟消云散 痴痴地望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 心神迷醉 卵欲嘴角一挑 扬起尖翘的下巴 含住他的嘴唇 霸子骨和催情气体 堵入他体内 下一刻 许其安暗金色的皮肤 浮现一层烟红 裤裆里帐篷高高之起 达到目的后 卵欲笑盈盈地抽身而退 扑扑扑 拔技的攻击紧随而至 子剑机设在许其安膝盖 胸膛 脸庞 让金刚神体染上一层深紫色 唇烟再次张嘴 发出无声的尖笑 趁着许其安沉迷情欲 进行第二次控制 登登登 由尸射来两把骨刀 狂奔着杀向许其安 此时 许其安额头被贯穿 鲜血和脑浆顺着窗口流淌 金刚体魄光芒暗淡 处在崩溃边缘 元神被心骨控制 气血则因为情欲旺盛 涌到了下半身 无法施展利骨的狂暴 尤尸有自信 能一套连死他 罪不济也能重创他 让他战力大损 再难以翻起风浪 哎 你别杀他哦 鸾玉健壮 醋眉喊了一声 他还没尝过 这副堪称完美的男性体魄 这要是陨落了 简直暴殲天物 尤尸黑道 放心 我把他练成形式能保留八成的实力 到时候再操纵着他陪你睡觉 鸾玉呸了一声 说话间 他已到许其安面前 双刀交错 奋力斩击额头窗口 呼 骨刀裹挟着扭曲空气的契机 把许其安和影子斩成两半 仿佛斩中空气的游诗 疑惑地恩了一声 双刀斩出一个十字 依旧斩中了空气 而许其安的身体 似青烟似阴影 就是没有实体 影子 你搞什么鬼 游诗把这一切 归咎于暗谷部首领 奇料影子反应比他还夸张 受惊小鹿似的阴影 跳跃到远处 用见了鼓神一样的目光 看许其安 你也会暗谷述 影子声音低沉 语气难以置信 这时候 游诗也意识到不对劲 他脸色一变 果断暴退 放弃了乘胜追击的打算 他会暗谷述 在场众人看着许其安 像是在看怪物 激励鼓之后 他竟还会暗谷 远处观战的龙徒 和六位长老 面面相去 说不出话来 慕南芝如是重负 俯身抱起白鸡 一边摸一边安慰 乖 就骑你一小会儿 哭成这样 白鸡哭唧唧地说 我的腰好痛 慕南芝随口安慰了几句 便把心神留在许其安身上 战斗并未结束 希望他能想办法逃走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鸾玉连连摇头 古族史上 确实有不少同修两种古术的天才 但无一例外 这些人里 没人能踏入超凡领域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个中原人 如何修行立古和暗古 并且修到这等境界 在他看来 荒诞程度 就好比北方妖蛮推着火炮和床弩 持着军弩和火冲 是儒生的能力 纯烟眯起杏眼 试探道 儒家六品 儒生 该境界能把敌人的手段学到手 然后用笔写在纸上 儒生的核心能力就是学习 鸾玉摇头 他若是儒家弟子 我的魅惑根本不会奏效 思考无果的他们 又把目光投向许其安 我真是嗨到不行 许其安用指头戳了戳额头的窗口 笑容猙獰 他得承认 古族的首领们配合默契 有袭杀 有强控 确实能轻易杀死三品精的武夫 这还只是五位首领 要再加上天古婆婆和龙徒 围杀一个二品武夫都不在话下 当然 前提是二品武夫死战不退 刚才是浮屠宝塔内的大智慧法相 唤醒了他的神志 让他得以清醒 但其实 就算塔林老和尚袖手旁观 许其安也打算利用阴影跳跃 脱离包围 古族首领们很强 可惜他们引以为傲的手段 对自己难以奏效 这就是许其安改一条舞的底气 我们得改变对策了 纯烟深吸一口气 传音给同伴 影子 阴影跳跃和化身阴影时无法攻击 所以他一旦阴影跳跃 你就立刻把他逼出来 然后鸾鱼魅惑与我的操纵配合 强行控制他 拔技 你立刻释放毒箭 换成麻痹肉身的毒素 影子你趁机袭杀 就如同刚才一样 游诗 你负责牵制 配合影子袭杀 话音落下 他看见许其安融入阴影 消失不见 影子 唇烟大喊 不用他提醒 许其安融入阴影的瞬间 影子往前一扑 消失不见 两道虚幻的阴影 在地面追逐 纠缠 随后双双从阴影里摔出来 当一个以搏杀能力著称的武夫 掌控了暗谷的阴影跳跃 这是让任何体系的高手 光是想一想 就毛骨悚然 几倍发寒的事 而暗谷的短距离跳跃 速度之快 更胜过术士的传送阵 是真正的防不胜防 且无法阻止 只有暗谷 才能对付暗谷 见到两人从影子里摔出来 唇烟当即张嘴 发出无声的 但对原神来说 极为尖锐的笑声 鸾玉乘着风 杀群飞舞 犹如绝世妖姬 主动迎向许其安 他张开怀抱 做乳咽头灵状 同时故作楚楚可怜姿态 妙目泪光盈盈 委屈道 不要伤害人家 魅惑对付武夫 可谓无往不利 他看到这个男人 望着自己的眼神 变得痴迷 趁着这个机会 鸾玉顺利地投入这句 让他馋得直流口水的 金刚身躯中 雪白藕壁勾住他的脖梗 湿润的红唇贴了上去 呼 他喝出一口甜腻芬芳的气息 并将十几条子骨 送入对方口中 这时 鸾玉听见这个年轻人 低声说道 你对所有男人都这样吗 这 鸾玉瞳孔剧烈收缩 下一刻 男人一口气吐进他嘴里 这股气息滚烫热辣 烧心得很 啊 鸾玉捂着小腹 健康小麦色的脸庞 吐起黑色的青筋 口中溢出黑色的鲜血 琴鼓部以催情 魅惑 迷乱神志为主 肉身不是琴鼓师的强项 许其安的毒 虽然没有拔技的猛烈 但对付一个弱智女流足够了 他张开双臂 给了妖娆妩媚的骚 或一个熊抱 咔嚓 鸾玉身体骨头 瞬间断了十几根 你的口气催情不了我 我的口气 却能堵你半死 许其安心里嘀咕一声 鸾玉的状态 让场内场外的人愣住了 无往不利的魅惑失去了作用 并被许其安以 不知名的手段重创 黑色青筋 遍布秀眉脸淡 口鼻浸出黑血 拔技脸色陡然大变 低吼道 毒蛊 是毒蛊 他一脸吼了好几遍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 宣泄内心的惊恶 许其安竟然还是毒蛊师 龙徒扭头看向六位长老 却发现他们眼里的东西 和自己是一样的 萌 一个中原人 竟然会三种古术 且都修到极高深的境界 难道是当年魏渊 俘虏了古族的高手 从他们口中套取出的秘书 龙徒觉得自己猜到了真相 立古步的他们 尚有闲暇去震惊 和思考三种古术的来源 场内的首领们 就没有那个闲情意志了 尽管他们内心的震撼 丝毫不弱于旁观者 但身在局中 无暇他顾 战胜敌人摆在第一位 再一次 黑暗替代光明 许其安又一次中了暗谷的蒙蔽 五感六十尽数屏蔽 一团阴影悄无声息的浮现 手里握着微微弯曲的匕首 奋力刺暗金色的眉心 游师双手各持握一把古刀 埋底几倍 三两步便奔到许其安面前 双刀交错斩向脖梗 拔技已经知道 毒素无用 但还是配合地吐出三道墨绿色毒箭 为了确保三位同伴能准确命中敌人 唇烟又一次尖效 以新古术施加控制 三位首领的攻击确实命中了敌人 但那只是一道没有实体的阴影 三重攻击下 阴影如烟雾般扭曲 接着一个跳跃消失在影子和游师面前 影子纵身一扑投入阴影追逐而去 唇烟速退 游师大吼道 有着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唇烟脸色微变 他难以接受自己操纵原神的能力失效 但在游师的警告下 经验丰富的他立刻腾跃而起 脱离地面 这样能阻止敌人从自己的影子里钻出 同时张开嘴连续不断地发出无声的奸笑 身子腾跃在半空 他警惕而冷静地俯瞰 看见暗金色的身影 从自己附近的一棵树荫下钻出 然后这位武夫双膝弯曲 地面轰得一尘 他像是一把射向天空的利剑 纯烟心里大灵 不停地张嘴发出奸笑 这一次奸笑 没有震荡原神 而是激发了许其安 内心温柔和怜香惜玉的一面 心骨的另一种手段 共情 另外 他临震膜腔般地召唤方圆数十里的受累 之前几次不用共情 是因为震荡原神 强行控制效果更好 能为队友创造优势 而共情相对没有那么强力 他能激发人性中本就存在的情感 但如果做得太过分 对方会立刻察觉不对劲 从而挣脱共情状态 比如让一个意志力坚定的武夫 在生死战中萌生死至 或变得消极 这类共情多半会失败 眼下选择的怜香惜玉 性质上要柔和很多 主导权在对方身上 另外 共情并非单方面施加 而是双方情感同步 许其安要是萌生死至 他也就萌生死至 之前的战斗中 他若是强行让许其安萌生死至 恐怕自己会第一个迫不及待地冲上去 和许其安拼命 求死 共情之下 许其安眉眼顿时柔和起来 柔声道 放心 我会轻轻地 不会弄疼你 姑娘还是第一次吗 纯烟羞涩地点头 嗯 几秒后 两人同时从共情状态中挣脱 这肯定不对劲啊 打着打着 就聊到那方面了 维和感太强 比萌生死至还要强 共情失败 他的怜香惜玉 为什么是这样的 纯烟眼里闪过绝望 此时此刻 新古诗的弊端尽显无遗 不擅长厮杀战斗的他 面对一位超凡武夫的袭击 无法抵抗 无法躲藏 逃 却连速度都不够 轰 地面塌陷的声音再次响起 尤诗也把自己化作利剑追击 试图阻止他靠近同伴 但在下一刻 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了他 尤诗也体会到了 许齐安不久前的感受 而影子因为刚刚施展过蒙壁 短时间内无法连续不断地施展 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中原小子 缠上唇烟 啪啪啪 回应许齐安的是一套熟悉的连招 画尽以上的武夫才能施展的连招 他这才发现 或许是为了弥补个体战力不足 这位漂亮的新古诗 同时也是一位四品巅峰的舞者 许齐安抓住性眼美人的双手腕 把一双手反拧在后背 撕撕 唇烟耳垂上的两条赤色小蛇 忠心护主 扑咬男人的手臂 许齐安一眼看出 此蛇剧毒 两条细蛇 各自咬住许齐安大臂 多多两声 小蛇痛苦地蜷缩起来 似乎崩到了牙 你 唇烟又大又圆的性眼里 不满韵怒和惊慌 他张开粉色的小嘴 就要发出无声尖笑 许齐安朝他脸旁 喷出浓度极高的催情气体 以及一条情骨子骨 黑色细长的子骨 瞬间进入唇烟口中 消失不见 也就几秒的功夫 他的血液开始沸腾 皮肤染上烟红 身体里的情欲被点燃 灼烧着理智 情骨 他也是情骨师 唇烟心里闪过难以置信的念头 他为数不多的理智 到此彻底崩溃 皮肤烟红 脸颊滚烫 女的双腿不自觉地摩擦 蒙蔽的时效极短 游诗很快恢复感知力 持着骨刀从侧方杀了过来 凶猛的气势 仿佛是要把这对狗男女一起斩杀 他是故意的 借杀意和刀器 助他苏醒 果然 受到外界的刺 激后 唇烟焦躯一颤 迷离的眼眸恢复清明 但是晚了 当 骨刀狠狠看在许奇安头颅 砍出一串火星 他没有躲避的意思 只是在骨刀砍中时 用力给了唇烟一个熊豹 咔嚓咔嚓 女性的身躯似乎都是一样的柔软 骨头也是一样的脆弱 许奇安随手抛下骨头断了十几根 坚情毒半身的唇烟 奥利在半空 审视着暗谷 尸骨 毒谷三位首领 宁笑道 该你们了 三位首领心里没来由的意涵 深吸一口气 他朝着下方三人 喷出一口催情气体 除了行尸外 拔技和影子的裤裆里 帐篷高高知起 眼里燃烧着情欲 但很快平复 这毕竟没有达到超凡境界 威力相对差了一些 许奇安的手段 自然不止于此 他玄机消失在半空 拔技 小心脚下 影子大声喝倒 拔技心领神会 朝侧方腾月 因为有了纯烟的前车之剑 他没敢于空 许奇安果然从他影子里钻了出来 拔技不慌不忙地 从腰间的兽皮小袋里 抓出一把黑色的药丸 塞入最中 呼伦吞下 他体表顿时冒出黑光 他 拔技双掌合拍 伴随着响声的 是一阵阵肉眼可见的黑烟 黑烟迅速吞没了许奇安 宛如肤骨之躯般 依附在他皮肤表层 紧接着 疼痛感传来 果然 远距离的毒液喷射 和近距离接触的毒 层次完全不同 许奇安心里嘀咕一声 拔技的毒比他高一层 他无法用毒体消化 想把我逼退 许奇安脑后火环一炸 让黑烟如木布般抖动 蒸发过半 吸薄了几分 他张嘴发出无声的奸笑 让身后赶来原旧的 油尸和影子 身子一僵 抓住这个间隙 许奇安强行扛着剧毒的黑烟 三两步奔到拔技面前 手脚并用 身躯各处关节化为武器 啪啪啪 肉搏持续三秒不到 拔技便被撕掉双臂 双腿 而许奇安付出的代价是 半边身子化为黑紫色 金刚体魄被毒素腐蚀 产生严重的眩晕 并伴随呕吐 换成雏龙图外的其他首领 四肢被暴力扯断 便是半废了 但毒体不同 毒体拥有另类的再生能力 暂时废掉拔技后 就只剩下暗谷的影子 和游诗操纵的形式 到了这一步 已经非常简单 拥有金刚身体 武夫不死之躯 以及七绝谷手段的许奇安 哪怕不用浮屠宝塔 对付一具三品镜的形式 一个擅长暗杀的暗谷师 局面如何 不言而喻 无边无际的黑暗 再次笼罩游诗 许奇安对他施展了蒙蔽 同一时间 许奇安的五感六十 也被影子蒙蔽 他看不到听不到游诗的位置 但游诗也分辨不出他的方位 秀 一道暗金色的刀光 从他怀中冲出 绕着行尸接连劈砍 发出叮叮叮的脆响 他借助太平刀的指引 把握住了游诗的位置 狂暴 肌肉一快快爆起 身躯于瞬间膨胀近一倍 许奇安听声变位 抢占先机 疾风咒语般的攻击 落在行尸身上 当当当 这个过程中 他的眉心不停地受到影子的凿击 影子很快放弃了 他融入阴影 卷着卵玉 唇烟 变成人棍的拔击离开 去往天谷婆婆所在之处 他的决定是明智的 因为他意识到 自己凿穿许奇安额头的难度 比许奇安打飞行尸的难度要大 吐 终于 在某一拳垂下后 油尸的脑袋炸成了碎片 灰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 灰白色的脑袋炸成了碎片